妈,我马上高中了,明天带我去改名吧 改什么改,林昭帝这名字多好 当时给你取完名,就剩了弟弟 昭帝这个名字太土了,我被同学笑过了好多年 你那么在乎别人的眼光干什么 在这个家,我好像是个局外人 阿姐回来了,快来洗手吃饭 弟弟的衣服总是崭新的,而我的都是表姐穿不下 吃饭的时候,鸡腿永远是弟弟的 一个女孩吃那么多干嘛,反正以后都是要嫁出去 乖宝,吃大鸡腿咯 在他们的心里,我和弟弟的天秤,永远亲像弟弟那端 妈,明天英语听写,作业本都用完了,要买新的 就买,开学不是才买过吗 真的,你看这些都写完了 天天就知道要钱,我赚钱容易吗 妈,我先买双球鞋 拿着,不够啊,再跟妈说,运动鞋啊,要选好的才行 我一直以为,是我不够优秀,或者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于是我努力学习,终于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可结果 赵弟啊,现在咱家只供得起一个 你弟明天也要上大学 再说了,女孩子再努力也赢不了男孩 你大姨那边有个工作 从小到大什么事都要让着她,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,就因为我是姐姐是女孩吗 姐 你别管她,这么大了,还不懂事 姐 不关你的事,别管我 姐,我已经说了,大学你去赌吧 反正我也不是学习的了 再说了,我可以去当兵,多酷啊 麻烦那边我去说 阿姐,历不清这是第几次,弟弟义无反顾地站在我身前 这碗太难吃了,姐你吃吧 姐,作艺本和文具记得装好,运动鞋我随便买一双就行 姐,有空吗 干嘛 你不是十八了吗,带你去改名啊 嗯,你觉得潮汐的喜怎么样 灵溪 是啊,生活本就像夜间的潮汐,总会遇到高潮和低谷 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,他必须会为你打开一扇幸福的窗 愿我们都能释怀,恨复更好的未来